現在我們來花牡丹花 現在沒有花一錢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是我碰到的一件事情 我到大陸去文化交流 在歸零 我們一個團六七個人跑去了 跑去了 當然都是花花的 當然要表現一下 人家替我們吃飯 參觀這個那樣 完了大家就要花的花 那個老闆他想出來了 這個老闆房子裡就掛了一張牡丹花的那個地方 大家說這個牡丹花花的還算不錯 那老闆就開口了 他在一個日本的高爾夫球場 一個日本的到時候在打高爾夫 在喝茶球 他看了我這牡丹花 他批評了 我們日本人以我們眼光的看著牡丹花 下等貨 不是東等貨也不是上等貨 下等貨 那老闆問我們看著牡丹花為什麽叫下等貨呢 我們畫牡丹花 都畫荷的 那牡丹花紅的為什麽畫荷的呢 這就瞄著瞄著這個地方 那天我們現在畫畫了 老闆就提這個事情 他想領了這麽多的花家 都有一個人會畫荷牡丹的嗎 好 大家都沒人畫過啊 都沒畫過荷牡丹 不是我在對的 一個孔先生在對的 他畫三水的 他知道了 他沒畫荷牡丹 好了 他總是老闆退見了 我不好意思啊 我從來沒有畫過呢 但是我沒畫過 我看過 看過在杭州那個機場裏面 一個人畫牡丹花般的 是黑顏色的 我老前有個印象 他那個黑顏色 牡丹剛才我所講的 花 淡末 也是濃末 就剛我這個樣的 花淡淡的 也是濃濃的 很好看 畫得很漂亮 我想到那個牡丹花 我就硬著頭皮畫了 從來沒畫過嗎 還是對頭子 是不是畫的 不畫嗎 都大眨眼啊 我做完想想以後 我就黑皮就畫了 不錯 我完全裝 第一 這一輩子第一是一張 一張牡丹 合牡丹 就是在大樓那個 高爾部球場去參觀的時候 畫的 還算不錯 老闆 畫完以後 老闆高興的不得了 請我們吃中午飯 這是我第一次畫牡丹過 今天 這個 他又指教我畫 合牡丹 很少畫合牡丹 將軍良心畫 都用紅顏色畫 誰去造這個麻煩啊 而且一般老實 半信 這個畫都喜歡 紅紅綠綠的 全黑眼 除非是內行人 特別對這個 有心得的人 他喜歡畫 何的 通常一般喜歡 紅花綠綠嗎 多漂亮啊 這是一種外行人的看法 外行人看法 真正用我們這個 壁壘畫來畫來 最好全部就沒有畫起來 最好了 不管這個畫也好 好 所以今天嘛 下面嘛 就接著畫 合牡丹 合牡丹 從這個 玫瑰花的牡丹 原理上面 用墨用色 一樣的 花彈也濃 這是這個 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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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瓣 都這個花瓣 不一樣而已 其他都差不多的 但是玫瑰花 我們要知道的 就是用紅顏色的花 這個上面也不墊 不墊心 不墊心 沒有 它包到的 不墊心的 那玫瑰花 某棚花 就要墊心了 那麼墊心 墊什麼東西呢 墊 墊 要到 快要乾的時候再點 因為沒有乾的時候 一點以後 它會生開一點點 一生開一點點的話 就不太好看了 所以 最後點下去 還不會剩 但全乾了點下去的話 一點都不剩 看起來玫瑰太那個了 它感覺不好看 所以這就是 全力包含 知道衣紙的問題 所以 有些畫家 他出門 那是有名人 都自己帶紙出去的 怕用人家宣紙的話 不曉得這個宣紙的性質 究竟 吸水量很大 吸水量很少 紙的紙張 分別很大 所以這個高手他怕兜臉 他沒畫以前 不如用筆寫一些畫一筆 看看 看著勝利程度如何 然後再來決定 怎麼畫畫用筆 快、慢、速度 不要考慮到這些問題 現在呢 我們就來畫這個 某檔花了 某檔花要點心 點心 那 這個畫畫 直接畫完 忙一點 失敗了 一定要等他 要乾不乾 還差 要乾不乾 的時候再點去 最好 現在我們畫了某檔花 畫畫 畫畫 荷花 某檔花 玫瑰花 這個不常畫人 很容易出毛病 現在我講了第一筆 出毛病了 不太好 為什麼到底我好就沒有畫 所以第一筆 調得太濃了 所以這筆就好點了 馬上就給正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 實際上要注意到 這裡看看畫得很淡 四張台就過濃了 所以這就是這個 不常畫 這筆畫的時候 實際上要注意到這些問題 當然 花心裡的花瓣 十筆外面的花瓣 要濃一點 這是 花任何花瓣 都是一個道理沒有出的 但這個弄不會弄得太過分了 分別香 對 我會說 看 我會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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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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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